正式進入 Part 2 之前 讓我補充一下 Part 1 不過想提提大家 如果我製作完影片 之後才想到有些更多的資訊想補充 其實我會放在留言頁那裏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看留言區 今晚很巧合 昨晚的 Part 1 有個留言頁提了 其實大家不看留言區很浪費 因為很多珍貴資料在留言區裏面 的確那個朋友是說得非常對的 就算你論式去打留言 但也不要不看留言 因為裏面有很多豐富的保障 好了 但因為這裏我想到的東西都比較多 我免得慢慢在 Part 1 留言區打 我受成在 Part 2 這個片頭說完 我想說火星疫痕 火星出事 火星是一個火紅火熱的Planet來的 就算你看回天文學現象 在天文學裏面 你看回它那個顏色 是真是紅當當的 OK 所以你想一下 DGS被人淋紅油 想一下這件事是多麼有趣 就是紅色的油 是不是 所以我也常常說可能會有些流血 因為見紅 是不是 或者是火災 因為火紅火熱 那完全就是順應了火星的能量 OK 還有我昨晚提了器械 但當然有些甚麼會常常去把我們移形換形 不就是交通工具 加上其實來近這個秋天這個時段都是水星疫痕 水星疫痕也是交通工具的東西 因為水星會由天秤譯回去處理 跨工疫 大家記不記得 由風象譯回去土象星座 我在年頭的預言片 沒有記錯是部分五 好像是特別去探究過這個水疫跨工疫 OK 無論如何 就算我不要說水疫 因為畢竟雙子座本身就是管交通 所以在這個雙重打擊 火疫加水疫之下 即是接下來交通又會亂 我忽然之間靈機一觸 我們說了火星是紅當當的東西 OK 接下來不知道會不會是很多紅綠燈 發生錯誤而導致交通意外 我們儘管可以拭目以待 OK 還有大家看看這幅圖 是粉絲報料 聽說是今天9月8日發生的 校巴的意外 校巴的校就是符合了 我經常說學校學習場所 和這些有關 然後巴就是交通工具 所以接下來相信很多校巴 都會有其他的意外 例如爆炸那些東西 OK 還有我們說回 特別是學校場所 很多學校都會有停車場 接下來停車場都要小心 不知道會不會 例如說有些車子放在停車場 擺在那裏 然後就爆炸 所以令到校園會有火燭 OK 還有其實雙子座 也都是管一些通訊工具 電腦 科技 和這些東西有關 所以接下來很多學校的電腦 又要小心會不會有爆炸 OK 還有我經常都說 這個火翼商市 注意偷竊 接下來我相信很多學校 都會被人偷電腦 你想一下學校有什麼最貴重 我想應該是電腦 所以那些晚上的保安要小心一點 OK 還有 相似本身那個主星 守護星是水星 所以水星是可以和LAP有關的 當然小學不會有LAP 但是中學 中學會有化驗室 接下來可能很多中學的化驗室 都會發生一些意外爆炸 OK 還有我經常都說 手 口 肺 再加上我都說 火星是火紅火熱的 所以接下來 手 口 肺這些地方 會有很多見紅的現象 出血或者出紅疹 加上手 口 那是不是就是手足口病 雖然足在理論上 沒關係 但是手足口這三樣東西 你都中了兩樣東西 尤其是手足口病 都是很容易在小朋友之間 學童之間傳染的 所以接下來會不會有新一波 手足口病又爆發呢 還有繼續 你知道那些小朋友 經常跑跑跳跳 接下來小心給一些熱的東西 火紅火熱的東西 錄傷手 錄傷口 如果你們去酒樓喝茶 就叫他小心一點 還有 如果一些熱的東西 去傷到口 例如 吃東西太快 沒有吹冷 滑一聲就去喝一些東西 吞一些東西 就會熱壞喉嚨 還有大家 不要開玩笑 這回事 太熱的東西 你一落喉嚨 你知不知道會死人的 尤其是來中秋 中秋會不會吃湯圓 中秋是不會吃湯圓的 無論如何 我就算不吃湯圓 但是 原來你總之 隨便一下 你自己想一下 總之熱的東西落喉嚨 你不吹冷 那就弄死自己了 所以這些通通的事情要小心 還有我經常都說 占星很好玩的 我會見到很多不同星座 不同行星 他們會給很多元素 給很多材料 OK 就好像我見到雞蛋 見到牛牛 見到糖 見到奶 但是他們最後會經過一個 什麼的chemistry 去誕生到什麼的食物出來呢 究竟是做雞蛋仔 還是蛋糕 還是布甸呢 這件事其實都是很考大家的創意 努力激動 你自己在拼拼授授 當然我們常人一般想到 會是一些最大路最熱門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 我怎知道宇宙玩哪科 就是他可以搞一些很冷門 很出奇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很有趣 你自己是可以去發揮創意小宇宙 但是同時也會期望 真的你猜不到 原來宇宙是可以 那個智慧是高於人類多少 你也會對宇宙去生出一個敬畏之心 還有其實各位不妨 在我說了這些 那麼多不同的材料之後 你們又想到一些 什麼可以出一個怎樣的食物出來呢 你們也都不妨可以去參與這個 就是去做預言的部分 其實你們都可以成為一個預言家 知道嗎 來到回顧本年聲象的部分 那究竟我以下這三幅圖的聲象是什麼呢 有關什麼事事呢 其實來到今時今日這個時勢 我都不敢再去做一個解說 那麻煩你們自己去看屏幕 還有客人的一些 就是他們說的東西 然後你自己去探索摸透一下 好 好 但是至於剛剛那三幅圖的時事 我是什麼時候預言過的呢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我的YouTube頻道裡面有playlist 有一堆的播放清單 其實是任何的YouTube頻道都應該會有的 OK 麻煩你們去找一個playlist 就叫做 塔尖暖南尖聲大預言合輯 我一會兒會發出連結 然後你們就隨著這條連結去找回相關的影片 我就不會進入一條影片的連結 因為很麻煩 但是你們根據這個playlist 播放清單的連結去找回相關的影片 去重溫以前有關的影片段 溫故資深 好嗎 那以後那個做法也是會這樣的 你們自己進去playlist找影片 那相關的影片 原來就往下方那裡 叫做 塔尖暖南尖聲預言 2021年10月風暴 這條影片其實當時是一個live 我沒有記錯是在2021年9月去做的live 晚上做的live 然後每天還出多了一條影片 就叫做 《逐》 2021年10月風暴尖聲預言 傳說中看到眼都得的目相遇post 那由上年的這兩條影片 那時候原來就預言了 今年2022年 會發生的某些時事 which是你們剛剛見到的三幅WhatsApp的卡套 當然不少得我早於2020年的全球華人 只需知道的三個語言的live裡面 已經開示了 不過 今年2022年神州大地的主題 是很多債務的違約 爆煲 那些什麼恆大花陽年已經不在話下 但我亦都更加強調 特別是什麼地區 動物地區 記不記得 那些什麼蝦蜜瓜 視口目目 長天飛沙 成吉思汗那些 所以你們不妨去找一下 中國第一個破產城市是誰 原來就是黑龍江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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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叫做 渴江的地方 渴是一隻渴的渴 渴 江是山江的江 山下面是 江本的江 即是安全圖的江本的江 Anyway 那很明顯就是在最最最東北的地方 那當然 亦都不少得 香港的樓市神話破滅不再了 記不記得我經常說 北交點和天王星兩絲會聚金牛座 而這個星象可以比美03年的SARS嗎 來近這個就真是厲害了 早在2022預言Part 2 of 5 即是椰菜腳封面講超級商業年那條片 就說 原來今年仍然會有傳媒授押 當然那時候很希望是某個大台 咦 這麼大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自從MIRROR演唱會意外之後 其實ViuTV都不好過 但是最最最勁爆 竟然就在昨晚9月7日 原來亞洲電視還有一個子公司 我真的不知道 那個亞洲電視數碼媒體被清盤 其下藝人包括攝影兒即時團約 這個真是笑到飛起 還有 這個真是好恐怖 在戴安娜王菲世世那麼多那麼多年之後 不是去年不是明年 偏偏就是今年BBC竟然對戴飛之死 出了一個公開的道歉 承認自己當時是用了一些非常狡猾的行為 去拿到一個不是很合理合法的一個 跟戴飛 他們不單止跟兩位王子 即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道歉 關於他們媽媽的死 然後還說給了一些賠款他們以前的保母 還有不單止 這個真是很符合商業年 我們講的大愛現象是什麼呢 他們還說以前 因為這個interview的收益 會捐去一些慈善機構 包括是跟大飛有關的 即可能去成立 或者去support的一些慈善機構 通通通通通都是在今年2022年發生的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外媒 根據粉絲報料去道歉 還有一宗就是 一些英國的出版社 出版社也是傳媒 他們終於被人去審判 而且他們也承認了 原來以前就著一些很敏感的政治話題 會作出一個自我審查 現在都是受到一個壓力 而是被揭發出來的 都是在今年裡面發生的事情 在2022預言part 1 of 5 即封面是售曲線圖案那條片裡面已經說了 今年特別是沒有火山大的地方會有很多地震 但是原來更早你們詳情可以去Facebook或IG去找回 Hashtag 2022是地震年 這個Hashtag 原來再早於上年2021的10月20日 我已經是第一次解釋過 為什麼尤其是非火山大會有地震 但是 是不是只是沒有火山大才會有地震呢 就並不是如是 其實我在part 1 of 5那條片也解釋了 那麼 我們今年會不會有火山爆發呢 其實都是會的 甚至是什麼時段呢 也都是中了的 然後當然我也都特別特別點名 中國的四川啊唐山那些朋友 就肯定會有地震 那果然呢 今年是中到飛氣 因為他們就震到飛氣了 還有最近的一次是3日之前 在9月5號而已 那那個四川省的金資源 那還沒發生過那個6.6級地震 那都是上了新聞的 那詳情你們可以去慢慢看一看 我們來看這裏的底圖 但是呢那個地震就專門發生一些沒有火山的地方 可不可以說只是專門是沒有火山 但是特別是沒有火山 就很容易出現 所以如果只是講神手大 因為不是很熟外國的版圖 那些地震大 那四川啊唐山 咦 果然呢 其實在早幾天 首先雲南麗干市 5.5級地震還是5.6級 然後沒有火山之下 金屬青海時 對金屬青海 對金屬青海 又是地震 而他們兩個今晚夾著四川 一個在下面 就是沒有火山地震 所以我覺得呢 接下來可能會做四川 那真的要小心點 除了大型社會時事 和自然環境的預測 通過我不同的預言片 亦都是針對過一些個別的人物 還有對十二星座 亦都有一些個別的開運秘笈 例如在2022預言 就是何思培做封面的那條片 還不是說何思培 當牧星入八揚座 他就很容易弄傷 果然呢 在今年牧星入了八揚座的時期 他是有弄傷的 是上了新聞的 拉箱然後不知道 參加不到哪個比賽 那也都在這裡再提醒 提醒誰呢 他可能不會看我的片 Anyways 牧星將會再度入八揚座 就是今年2022的冬至 到明年2023的西曆五月中 好像五月十三號 這段時候 他要再次謹慎小心 然後我也都說過 今年是不交點入金牛的年份 所以記得我說那些聲音很甜美 或者很獨特的人 或者身材豐滿的女性 就會特別容易出位 還有金牛就是管我們的聲線 頸 鎖骨 對不對 今年剛剛COLAR就出道 還有為什麼叫COLAR呢 原來就是說 如意他們好像女性鎖骨一樣 那麼迷人 那這裡的圖片也是中道飛騎 當然我沒有特別說過 會有一個這樣的女團會出現 他們的名字就叫COLAR 對不對 我說得出來 我根本已經是電視台高層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尖聲的圖片 其實跟這裡是如出一切 最後我對十二星座個別的提點 就是十二星座開往秘笈 也有不同的朋友對我反映 說裡面說話其實是我自己正在做 我那個能量是非常應驗 由這些不同的feedback 也是反映了西洋占星的神奇之處 回顧完畢 現在去看火星的群雙子座 但是去給一些避兇提示預言之前 會先做一個理論講解 知識分享 也想在這裡再次提醒一些hater 千萬不要因為自己已經懂這些理論 或者是聽我說過 就嫌我沉棄 如果這樣想的話 你就是用一個非常自我中心的角度 去詮釋這個世界 認為整個世界都是圍轉你而轉 因為要知道 這條片除了你正在看外 也有其他新的觀眾正在看 他們可能是不懂這些尖星的知識 好了 我們經常聽到什麼星逆行 水星逆行 木星逆行 其實什麼叫X星逆行呢 就是 小學常識都有夠 我們在太陽系裡面 地球和其他行星都是圍著太陽而轉 而由地球上看 那些行星大部分時間都是由西向東行 即是叫做信行 但原來有時 他們竟然會 在視覺上改變方向 變成東向西行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逆行 而這件事 不只是一個圓學尖星上的現象 其實在天文學上都是有這個現象 好啦 其實說真的 那些星就不會是真的自己逆行 但這個是一個視覺上的錯覺 就是說 因為後來的星體超越了 例如我們地球 我們超越了某一個星 在視覺上我們就覺得 它在這裡打到移動 例如 如果是有駕車 或者有時你搭車 如果你車是走得快 過你旁邊窗外面的那輛車 那你就會覺得它好像到後在移動 那原來這些X星逆行 是一個非常之常見的天文現象 和占星現象 除了太陽和月亮 其他行星都會逆行 而且維持那個時間也有短有長 例如水星 我們經常都聽到水逆水逆 它每隔三四個月就會逆行一次 平均一年都逆三四次 然後金星就約每1.6年就逆一次 木星就約每1.1年就逆一次 然後再遠一點的行星 或者現在變成什麼矮行星 那些天海冥三黃星 那些天海冥三黃星 那它們就差不多接近每年都逆行一次 OK 然後它們逆行的時間 有短有長 最短水星每次逆行大概20天左右 然後最長的話 例如海黃星 它每次逆行 原來可以是158天不等的 所以在接下來這個火翼雙子座的時期 我們要注意些什麼呢 雙子座是跟一些通訊工具和儀器有關的 火星是跟一些爆炸爆裂有關的 我剛才也提過 接下來也是水星逆行的時期 然後水星 都是這些科技的東西有關的 那在這些雙重夾的之下 我們每天很喜歡看的那個 手機啊 電腦啊 就算不是爆炸的話 爆出火花的話 都很容易會有一些爆裂 就是那個爆幕的狀況 還有交通工具 對啦 就是我剛剛 都說過那些什麼 後巴巴巴士那些 對不對 或者一些更加熱門 最近很熱門的Tesla 因為Tesla都 經常有一些爆炸的個案 OK 接下來這些都要小心去 會容易出意外 還有相信 接下來都會很多人 喜歡去鬥車練車 就是在那些清水灣道 在那邊飛一下飛一下那些 OK 因此發生交通意外 當然那些他們就夠夠自取 還有就算你說你不是那些飛車黨 但是呢 因為火星和一些脾氣都很有關係 那會不會是沉住氣 做不到大師傅 那在道路上面 會生到意外 那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注意的事情 還有有關火星和脾氣的關係 我們在part 3 會說更多 那在which呢 其實我8月9日想買部工房節目 我是真的一語成慘了 雖然不是Google出事 但是原來是任天堂出了事 還要小心去使用一些尖野利器 會容易是切身的 還有因為雙子座是講一些通訊工具 這些通訊工具 就會很容易發生一些意外 還有一些火會爆炸 所以呢 小心手機過熱 充電也會爆炸 電腦不知道為什麼會爆炸 或者就算不要說真的有火 但是可能會跌爆瘟 雙子是非常容易發生的 或者是那些什麼的試用器 或者是Google那些 我不是說就它 但可能總部會火燭 希望我無一如承擔 可能那些 因為你知道那些電腦 那些Database 它們會放在一些地方 可能這些地方會爆炸 好了